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就是 我要介绍这一列 这个工具列 这个工具列叫做 这个工具列叫做 快速存取工具列 那快速 快速它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它可以让你找功能的时候很快 举例来说你可以把 例如说我觉得常用还好啦 就是像插入里面你经常使用到 像例如说我经常用到封面页 新增 滑鼠右键是有新增至快速存取工具列 然后接下来我又常用插入表格 我也常常插入图片 我还常插入一些特殊的符号 还有smartart 甚至插入以上图表 其他我还会插入日期 我还会插入手字放大 那夜守夜尾 夜守夜尾 然后接下来设计 设计里面 我比较少用 所以我就有一个叫做 设计帧比较少用 就在正式文件里面 那个浮水印可以用在那个什么 confidential 那个保密文件 那个文件 像我们论文 它浮水印像那个台大 它下面 反正就是会有那个logo就对了 这都是浮水印的用法 但我想这些你们应该都会 因为这跟效率无关 这用法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 版面配置 版面配置可能会比较常用 像例如说 边界的设定方向 然后大小 你看我这边是不是加了 我就把那个 这里面的功能 这里面常用功能 我是不是就放来 这个地方 接下来下一件事情就是 折叠功能区 因为 我就不用在那个功能标签里面 在那边找来找去 我就只要在这边 我常用的功能被我找出来 大概就二三十个 你word的经常使用的功能 就真的就只有那些 也没有多少 然后你把它全部都放在这个快速存取工具列 它的好处是什么 以后你就直接在固定的位置去找 你看 请问一下 用滑鼠比较快 是打字会比较快 如果你用滑鼠去找 跟 假设你知道这个键盘上面 Burpermo在哪里 123在哪里 是固定位置的 你觉得哪一种会比较快 打键盘会比较快 有它有固定位置 那你会说 这里面也有固定位置 可是这里面你要先有折叠 先到插入底下找到图片 现在不是了 现在我这边是不是就有一个图片 我就直接点它 我是不是就可以插入图片进来 可以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吗 因为我本来插入图片 是不是要用插入图片两阶段 现在我只要点一下 而且 而且 你不用好像要先知道 它在插入 图片这个功能它在插入 你不用先知道这件事 你就直接在上面这边去找 而且最平凡 Word被我们使用的功能 那当然如果你不要这个功能 滑鼠右键 从快速存取工具列移除 它就消失了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使用方法才正确 因为你变成日后都只在那20多个功能里面去找 而且它都变固定位置了 最后 详细